HELLO 大家好,我是GTT 現在我們要開箱的是那個古名家 他們的古名家就像我們以前的老錯的意思 大概適合有一種概念 然後他這個叫做長屋門 那我大概爬了一些資料 長屋門就是他比較經典的是他有三個 然後他三個有特別的名稱 這個就有點像我們的四合院 然後說可能有一進二進三進的這種概念 你看到的這些建築這些部分 這個你只要看到大的木樑的部分 他都是已經有兩百年的歷史 這邊就是回家的地方 他有點像我們的台灣的玄關 然後進來這邊是他們主要在生我洗具的部分 那像這個下面就是有一個軟爐在下面 那你如果把它打開 你能坐在裡面 這樣 這樣 這樣子 把它拉開 這樣就會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 坐著 然後用餐 然後這些的傢俱 大概幾十年會有 這都沒有問題 日本其實是很冷的一個國家 然後他們就要靠這個 以前沒那麼多電器 他們就靠這個 生活啊 然後煮東西啊 然後去維持這個屋子的熱能 這個是 這個的歷史 這一座的歷史 應該有上百年 然後有沒有發現這個爐子很適合做什麼事情 烤肉 那爐端燒其實就是大概是 這個是小一點的 其實他也可以做爐端燒 爐端燒等於是在大一點 然後上面可以去架那個 茶壺或是煙燻之類的 那它這個 原本 我看到很多地方 它是木頭原色 但在這個區域 它就把它漆成黑色 這個我們到時候再研究一下 它漆成黑色 是不是因為 它有燒這個爐 的關係 好 然後這邊 就是 它的厨房 好 它的厨房 好 然後往這邊走 這邊有一個小的房間 它是廚房室 然後 美術老闆娘很貼心的 去幫你做一個 小孩子的休息室 然後很可愛 哇 你看 它的每一戶 每一個單位 它都有一個 燒烤的地方 讓你焚火的地方 來 這邊 這邊就是房間 你看 這麼大 這個大概睡八個人沒有問題 至少在睡八個人沒有問題 你看這些 主樑 你看這房間裡面 它就沒有七成黑色 那材質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 剛剛這個推色 我覺得 很有可能 成立 好 來這邊 哇 你們回頭看看 這上面這個 是不是很有氣氛 古色古香 歷史的痕跡 你看這個 雖然現在很冷 但是我覺得 這看起來是蠻有溫度的 好 來 現在變得比較現代化的衛浴 如果你會冷 然後這一個 是可以插電的 打開 它會有 電冷 然後這個的環境 它就會變比較溫暖 來一個洗澡的 有沒有發現這個比較矮 這個比較矮一點 因為以前 其實日本人的身高大概 落在大概 160-170 所以說 基本上這樣子它也夠的 這個裡面 最少可以容納到 200公分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來 這邊 都是現代化的 OK 很舒服喔 好 這個 然後你看這個有緊 很舒服 好 你講 早上起來 趴杯咖啡坐在這邊 看看 也很舒服 今天天氣不錯喔 然後還是你早上想生個火 也OK 沒有問題 所有的房間 都可以 都歡迎寵物入住 它沒有去限制說 哪一個房間 有什麼限制 其實沒有 因為 我們這對民宿的夫妻 他們是 華人 所以說 他們會把一些 日本人的拘禁 規定 大概再放鬆一點 你想要 你有需求 你要 你就可以跟 民宿老闆講 他會盡量滿足你的要求 好 掰掰